哈喽 大家早上好 然后我现在准备自己开车去 我之前打针的底盘就是 Luncurrylaser 准备今天去打瘦脸针 就是肉毒干菌和脱唇毛 今天是第四次脱唇毛 所以会自己开车的时候 还要边把麻药给抹上 那我现在就出发咯 一会儿见 现在到了又是一个熟悉的厕所 因为我刚才涂麻药了 然后我忘了我要先刮唇毛 所以我现在来厕所先刮一下我的胡子 这个来点我以为你来点准备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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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已经打完出来了 已经全部完成了 打了那个瘦脸针 结果自己还是没忍住 翻自己眉头 抬头脸什么的又出来了 又打了多少个单位 13个加4个 就不到20个单位的那个除皱针 还是挺疼的 放我这里还有一个血点 现在是星期五晚上的 7点多8点这样子 然后现在是蠢素颜 最近皮肤在暴痘 超级超级严重 我已经非常无语了 然后最近一直在抢救他 本期的vlog呢 就从现在开始 现在我要开始染头发 因为我现在我头发长出来 好多黑色的头发了 然后底下头发掉色掉的 也都差不多了 就觉得特别的干股 然后我今天呢 邀请了我非常好的朋友 小B老师来帮我染头 然后我今天去大土华 买了两个日本的染发膏 两个都是一模一样的 因为我可能头发有点长 一个就不太够 就这个牌子的 叫什么 Beauty Labo 就这个Beauty Labo 然后这次选择的颜色 就是一个深棕色 因为我想说最近 不要说染头染得那么平了 就染一个稍微跟发色差不多的 然后呢又去戴手买了两个神器 不知道好不好用啊 一个染发神器 这里面就是一个像这样子的 以后我穿上给大家看 就可能不会滴到地上吧 因为染发膏 这种东西好像是擦不掉的 然后这边呢 有手套 给我的小B老师准备的手套 然后涂头发的那个小梳子 还有也有一个这样的罩子 还有耳朵的罩子 那我们现在就开始吧 打开是一个这样的小杯子 好像是摇摇变成泡沫的那种 这样子再加染头的话 肯定不是不如那种膏体 膏体抹在头上应该比较困难 就是自己 尤其自己比较难做到吧 然后像这种泡泡 就是直接让在头上 这样呼呼呼就好了 我现在头发已经是 两天没洗的头发了 最近做的新指甲 我觉得还挺好看的 最近好喜欢紫色 是不是还挺好看的 其实本身它应该是哑光的 结果它忘了给我上一层 我觉得这样也挺好看的 我现在把两天不洗的头发 给它打开 这样子好好的闻一下 要先摇 然后摇出泡沫了之后 把泡沫涂在头上 哎呀你如果扎得好像白盏糖 你再放那个什么 我就够不着了 放到给我吧 哇哦 它里面的这种像奶泡一样 我特意给我的朋友 配了一个口罩 是因为我的头发 简直太臭了 这让它胖也太臭了 对 让它胖也超臭 我觉得这个闻起来 应该是对身体很不好的 我这个朋友真的超美的 他就是 他就是不啃喽脸 等明天我带你们去 Christmas Market看它 我现在已经涂完了 形象有点丑 就不给大家看了 然后我这边用了一瓶半 然后第一瓶线已经变黑了 我觉得这个颜色 是不是有点深了 然后第二瓶线是这样 还差半条左右吧 我大概现在挺半个小时呢 就去洗头了 然后吹完给大家看效果 哈喽大家 现在我已经染完头发 吹完头发了 然后好像头发 要比我想象中的深 反正现在也是 到了秋冬的季节 染一个稍微深一点的头发 也是比较合适的 那好了 我现在就要上楼睡觉了 哦对了 在睡觉之前 还有一个想说的 就是之前我有收过一个PR产品 就是这个 MYK Silk寄来的一个枕套 然后我收到这个产品 现在已经有两三个月了 然后一直在枕着它 其实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 之前推荐过 我之前在爱用品里 推荐过一个 Illuminate的枕套 就是这个 我们家另外两个枕套 看那边这个 也是Illuminate的枕套 它可以让你的皮肤 没那么容易长皱纹 因为毕竟是丝的那种 所以你睡着 可能脸上就不会压起来 就不会那么容易长皱纹 况且睡丝的这种枕套 对头发也是很好的 就不会摩擦力那么大 然后呢 我现在经过这么长时间的使用呢 我觉得这个MYK Silk 这个枕套 其实和 就是Silking那个牌子 Silking Silk End 那个牌子差不多 可能会比它薄一点 但是你镇上去的感觉 都是那种丝的 然后他们家有很多种颜色 可以选择 我选择的就是 我最爱的小粉色 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枕头的全貌 前面就是真丝的 摸上去那种非常柔滑的感觉 然后下面呢 是一个像纯棉的一个材质 所以说人就正在正面 旁边就是我之前推荐过的 两个其实摸起来 也是差不多 感觉这个反而更棉花一点 他们家同时呢 还有一些床上产品 包括眼罩啊 或者是睡衣等等 我觉得还是挺好的 毕竟这个是非常便宜的 它的价格还是比较合适的 这个价格是12块钱 然后像我这个 已经要快100块了 然后他们还给我 subscribers一些优惠 就是看我这个视频的人买 这个还有一些promote code 我觉得还是不错的 比较实惠嘛 就比较适合 像金牛座会买的东西吧 然后折扣码和网站 我都会写在下面 如果大家对这个产品 感兴趣的话呢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那就这样 我先睡觉了 明天见 今天早上我们吃 伊兰拉面 这是我吃巨资 在大同华买的 我还从来没有吃过 它的方便版本 应该差不多吧 我记得好像是 这里面是有五份 是59块钱 好像是这样 那我现在煮它 看看跟店里吃的 有什么区别咯 然后煮鸡蛋呢 我就用这个保温壶 上面有一个 煮蛋的一个功能 在这儿 这个煮蛋 然后它应该会到100度 然后我看网上说 然后你洗三个鸡蛋 或者你吃几个鸡蛋 到时候倒废水的时候 你就给它停掉 然后就把鸡蛋放进去 差不多40分钟就好了 打开了里面的 有一个好像方便面一样的面饼 然后有一个1号汤包 还有一个2号料包 还有一个最后的小菜包 它上面写着说是 我的伊兰已经煮好了 看起来完全和食物不服 就是方便面的感觉 然后不知道一会儿吃起来怎么样 我这个是煮的稍微有一点硬 然后腊包全下了 然后煮了一个非常不成功的半熟鸡蛋 其实已经变成全熟了 我刚增加了一个这种韩国的海苔 感觉好看了很多 我们现在准备出门了 化好妆了 感觉还挺配我这个偏黑不黑 偏纵不纵的头发的 然后我们先准备去买音响 然后去Hobrenfield那边拿一点 之前过卡的东西 那我们现在出发了 我们现在已经到了卖音响的地方 就是这个B&O 然后现在一起进去看一下 其实我已经选好了 就是那个1代或者2代 我还需要他们给我介绍一下 先进去吧 这个B&O1和2呢 他们最大的区别在于B&O2 它有两个中音单元 但是Sound1是没有的 但是Sound1有built in battery 所以它可以那个portable 然后它两个小时充满电 可以用大概12个小时 然后可以从比如说 有时候你想需要它从你的卧室 拿到厨房 或者是拿到别的地方 或者是外面天气很好的时候 你想拿出去花园 拿这个花园可以 但是Sound2是不行 Sound2是那个 Hogging all the time 所以一定要转转电源才能放 哦那所以没有那么方便 而且也比较大 但是音质上这个因为有更大尺寸的 Main wage和South Walker 所以它的音乐质量就会更好 然后Sound1呢就是 都好也好听 但是的话就是没有那么 clear一点 人声更没有更精准一点点 明白 然后这两个都有那个acoustic lamp 叫我们BNO独有的技术 叫acoustic lamp 就是360度 蛮要晕 所以如果你下来看的话 就是有一个那个发生器 然后转转在这边 然后 the water sitting down and then heat this little white hole and then scree to 330 degree ok 然后我看 因为我之前有了解说 它可以像就像google home一样 它帮你做一些智能的东西 对对 所以我们叫这两个speaker 叫smart speakers 因为它除了 常规的airplay google play 还有craft class built in 所以你可以present你自己的那个 sportify account 或是deaster account 进去 然后 每次我问你回家 你不需要说拿手机出来放歌 嗯 我就直接让它turn on the music google turn on the music oh hey google play something 就像google home一样 yes exactly 然后也可以打开灯啊 对可以打开灯 只要它连接到google home 然后在google home 里面加入不同的home motivation ok 然后就可以 好高级 而且这个好像这个那个价钱要比这个贵一些贵七百 贵七百五十块钱 嗯 对 但是它们俩都是那个B&O signature的aluminum high grade aluminum 就是3mm后的aluminum 上面看的话有3mm后的 就是5mm 这是5mm 这个曲做 meu 就是5mm 这个禅 sok 衣 这个禅其这摀烈 就是iki 最后还是选择了那个一 因为比较轻便 然后也便宜了700多块钱 来这里面拿一个之前买的东西 现在HR这边人来人往 超级多的人 因为现在都在打折 看那边什么都是五折 现在到了Christmas Market了 哇这还有旋转木马好漂亮 超有圣诞气氛 哇哦 哇这个西娃怎么这么小 哦假的 so cute 好玩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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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现在就在灯屋里了 我现在穿的超级暖 刚才去完逛街的地方 然后我再走一下跟大家说 然后里面套了一个hoodie 还有一个一如一裤的发热内衣 然后外面有一个羽绒服 下面穿了一个非常厚的黑裤子 和雪地靴 这就是你的号码 这是最后一个号码 这是最后一个号码 因为它就在右边的旁边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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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是你的号码,它是54号,因为它在右边的旁边 哇好香 谢谢 好谢谢 那我们要什么叫? 这首歌好奇怪 我们再来一点这个 尝一个带皮 我以为有点肉,特别是比较肥的 好瘦 德国的孙菜是我们东北的菜 这是一个小房子 里面好像卖的都是各种跟圣诞有关的小纪念品 但我不打算进去了 因为好长的队啊,超多人 哇哦,圣诞树是可以进来的 大家都在这里拍照 它里面肯定是有鲜鲜的那种 哈喽,我现在已经回到家了,然后我的相机刚刚换电池 刚才一直都是用手机录的 然后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今天买的B&O的音响 这么一个大袋子开箱 我最后还是选择了这个三罐,因为它比较小 然后不用一直连着电,我选择了一个金色的 可能跟我家那个地方比较配,这里面就是它的充电线 充一次电是充两个小时,然后能播放24个小时 这类的,哎呦,超级大的一个 这么大,很重 就这个样子,很重 然后上面就是调它的声音,大声音小的,非常非常的顺滑 快到圣诞节了,奖励自己家里的一个礼物 这个B&O大家应该也很熟悉 它是属于一个丹麦的一个高端的音响品牌 很多车的那个选配的音响也都是他们家的 然后这款三罐呢,它里面是有那个Google Assistant 就像Google Home一样,你可以用它来连接家里的各种智能家居 比如说电灯啊,或者是 让它直接播放音乐啊,连手机什么的 就比较方便,他们外面这个材质是铝的 然后非常平滑,它放在任何一个地方 感觉比较高档吧,我觉得男生一些玩音乐的人 应该是很喜欢这个,这个可以成为大家 送男朋友圣诞节啊,或者是生日礼物的一个首选吧 这款音响呢是360度的环绕音效 可以给人一个听觉盛宴,我就把它 放在了这个角落里,正好这个 凳子腿的,桌子腿的边边 也是和它一个颜色的 脸值还是挺高的 喜欢 现在是下午1点半1点40这个样子 然后我约了2点去几痘痘 给大家再仔细看一下 我现在的烂脸 超夸张的 一个,两个,三个,四个 有好多痘痘 然后超多闭口的刀刺在这边 这边也是 超级多痘 这儿都脏啊,反正最近真的是 烂脸了,一点都没胡说 然后今天打算好好去清一下脸 我现在已经躺在这儿了 然后它一会儿先给我洗脸 今天早上我自己还没有洗脸呢 好多痘痘 看,完全烂脸 好多痘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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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千万不要用药膏 不要用激素 一般皮肤如果没有用过这些药膏激素啊 虚度产品里面还有激素的 都没问题 不然下用 对,因为你如果要乱七八糟乱用的 真的,激素可能一下子会让你 就是皮肤当初看去很好的 之后就不行了 痘痘痘 痘痘千万不要自己挤 因为自己挤不是流凹洞 就是挤不干净 你就是流硬了 痘痘要么不挤 要挤一定要把它挤得干干净净 但还是找专业人士 因为人家都有一套消毒办法 你自己的话你又看不出来 然后挤个半天把它皮肤挤伤了 然后还有睡眠问题 如果晚上老是超过十二点不睡的话 它那个皮肤有一个修复功能就不太好了 容易长壁口 那壁口长到一定的时间 那之前也有暗床菌的 暗床菌就时间长了 它就会在里面捉弄 那就变成形成痘痘了 其实一般人家都是一到两周要去皮肤护理一下 就是还没有发炎之前 它只是壁口嘛 你把壁口拿走不就好了吗 壁口就变好啦 什么那个涂的东西涂就好了 我告诉你涂到后面你脚趾都没有了 那才是不知道怎么一回事 这个是臭氧消毒 这个是Hefrequence 它主要是O3 它是姐姐把你痘痘拿掉的对吗 壁口拿掉里面的毒血也放出来了 但是主要还是要让它伤口上面 不要有这个炎症嘛 三舌蛇清 也是加拿大卫生皮通过的一样的产品 所以觉得这些产品 也是主要是杀菌 让它的毛孔收缩 现在脚趾还ok啊 你有自己的脚趾啊 就说明你有天然的屏脏 千万不要跟我洗脸刷 一天洗个刷的几次那你就完蛋了 因为当你的摸到 那个我确实得控制一下 对我告诉你洗脸刷 如果你超过一个礼拜一次 你脚趾没有了 皮肤天然屏脏没有了 你的皮肤就是它没有抵抗能力了 所以也会出问题 如果裹霜换肤 可能一下子换的皮肤比较白 但是你也让它脱了一层皮啊 又叫天然屏脏没有了 我告诉你脸上长痘 长斑多过是可怕的事情 现在最可怕的是没脚趾啊 所以妹妹一定要记住 你的皮肤还有自己的脚趾 长痘痘 长壁孔 你来可以做早壁便捷 没问题 但是当你得了激素眼 就是那种没有脚趾了 然后又涂激素来抗那个痒 抗那个红 那就是特别麻烦 能看到我吗 我看不到你 我现在在照光了 超级自然就不敢看你了 超级自然不敢睁眼 一会儿照光光 应该就浮一个面膜就结束了 它就是一个这样的机器 我现在已经照完了 刚刚是红光 皮肤现在都清得很干净一点 但是哈喽 我现在已经做完脸出来了 然后他给了我一个一次性 真的是非常一次性的口罩 是这个纸的 这次是在Richmond的一家蓝蝶坊 美容中心来做的真青 我很喜欢它的点 是在它的手很快 然后清的是很干净的 就是说非常疼 那是肯定的 所以说其实痘痘这种东西 我觉得也想趁在这个时候 跟大家说一下 因为以前我痘痘还是比较严重的 尤其是在青春期 然后刚出国那个时候 和加拿大的水土有点不符 我觉得我还是有一点就是 对痘痘这方面 就是怎么如何去痘痘 让皮肤变得更好 还有一点了解 反正我就觉得如果你长痘痘 痘痘基本上就是从闭口变成的 然后闭口会怎么形成 比如说你皮肤清洁不当啊 或者是你化妆品残留啊 会长一些闭口 闭口慢慢发炎就会变成痘痘 然后如果痘痘呢 你就不要用手碰 因为手的细菌是非常多的 所以说你在碰它 就哪怕是你洗干净手 你在旁边都有点促进 这个痘痘的血液循环 它就变得更加饱满 所以说就一定不要碰痘 如果长了痘 你应该怎么办呢 要么你就不要动它 要么你一定要给它挤干净 其实我个人认为 我自己挤痘还是比较就是彻底的 但我也不建议说自己再加挤 因为毕竟自己家是没有真正专业的一套的消毒方法 或者消毒工具的 还是过来美容院做一下真情 它会把你脸上的痘痘啊 闭口啊都会给你清出来 清出来之后呢 你的脸就是完全干净的 这个时候千万不要化妆 这个时候我基本上都在等三天左右 不会上妆 因为那个时候伤口还是没有愈合的 所以说我那时候就会 然后用化妆品呢 要么就用一些修复 或者是唇补水型的 就是很单纯的 要么就是给它修复 然后这次刚刚Vivian看到我录视频 他也想让我呼吁一下大家 就是胶态过度伤害自己皮肤的屏障 就比如说不适当的刷酸啊 或者是用一些 就比如说我经常用洗脸刷 他不要让我说每天都用 就一周用个一次这样 然后清洁面膜他也见我用一周用一次 因为那样会让你的皮肤角质层 从后变中变薄甚至到没有 他最近接到很多客人就是 角质层就变成没有了 然后皮肤特别特别的敏感 甚至要发痒 我觉得还是比较重要的 他让我跟大家说一下 那就这样 我现在准备看看 我那个没一下实现我有空 如果有空的话 让他帮我补一下指甲 如果没空的话 我可能就要去超市买东西咯 一会见 我们现在来到了超市 然后今天晚上会去两个超市 一个是一个小超市 一个是一个大超市 两个都是卖中国东西的 跟大家看一下 跟这些在国外的小朋友们看一下 温哥华到底有多爽 这个超市 叫 叫博人超市还是百人超市的 反正里面有卖各种各样的 中国的好吃的 然后比如说泡椒凤爪 就是我们儿时的零食它都有 甚至还有一些就是正常 中国超市买不到的调料 煎饼 这不是小时候我妈特别爱吃的 叫油精果 我们那边叫姜蜜条 各式各样的火锅底料 好多国外的小伙伴都要从中国飞了 看看温哥华的小孩有多爽 Hello 我现在已经去完两个超市回家了 然后今天晚上准备在家做饭 做的就是做春饼 我们北方这边就是很喜欢吃春饼 春饼 春饼就像烤鸭外面用的那个薄饼 或者是金饼肉丝包的那个饼 然后正好今天趁着这个Vlog 教大家一下一个快手零食外的 春饼的饼的做法 做春饼皮需要的东西呢 非常简单 一共需要三样 一个是水饺皮 就是外面 外面经常能看得到的饺子皮 然后第二样呢 就是油 一些食用油 涂在水饺皮的中间给它擀平 这样就不会 就比较容易撕开 第三样呢 就是擀面杖 给它擀开用的 就是这样 那我们现在开始吧 这样是每十张放 每十张放在一个蒸锅里蒸十分钟就好了 非常简单快手 而且临时半 那我们现在开始吧 好了我们的晚饭做完了 这边是卷在饼里的菜 有酱炒鸡蛋炒豆芽炒酸菜 就是我们东北那边的 还有个炒土豆丝 其实是土豆条 这么宽一个 然后这边我自己给自己煮了关东煮 我这个关东煮的味道绝对和日本 其实是电力电力的一模一样 那我们开始吃饭咯 我现在已经吃完饭了 然后在这看会电视 然后今天的vlog就到这里 希望你们喜欢我的视频 如果你喜欢本期的vlog 别忘了点赞 我们下周见 拜拜